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器》 點贊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說一件事就是令到台灣地區 很多人都覺得台灣的治安不錯 其實有一事事 老實說 我覺得香港的治安比台灣好 除了在19年的時候那麼多事情發生 台灣顏色社會還有很多勾當 都相當厲害 日前台中市警局第四分局 去大里區 不是大鄉里 大里區 不是大里國 不是段王爺 不是段王爺 的汽車旅館 打算找一些遺禁品 當然就是胡椒粉之類的 原來 一位姓淤的 嚴犯 退房時離開 就被警方 跟著他 當然是因為他是有嫌疑的 不過 就趁警方打算向前行 截查他的時候 沒想過 姓淤的人士 就看到 警員 其實台灣是叫袁景 是叫遠賤的 是 袁景 就走過去 結果這輛車突然加速 打算 衝撞 其實這個時刻 當然是十分驚 而且期間還撞到一名過馬路的婦人 嘩 好狼啊 狼胎狼胎 辦案的 警員 他們叫袁景 就立即 向著 這輛車 當然是嫌疑人的車 連子巾 發放連子巾 造成後座的 一位姓溫的 阿哥 暫時 媒體就說他是共犯 我們 姑且都用這個詞 的福報 是中了連子巾 好奇怪 我瞄準這個車輪的 為何會中了福報 這個真可笑 真不知道 另外 你知道這些 很容易是 流向其他的 方向 就是波及 撞到在地下的婦人 嘩 真可憐 比車撞予還要吃靈子巾 是的 當然兩個人都送去醫院 都是送去醫院 還有 好像在看電影 大批的警力 是圍捕這班人 這些就叫大圍捕 林卓廷 什麼大圍捕 我都忘記了了 大圍捕 這幾個東西 三一一 好像是 是 沒錯 三一一大圍捕 大圍捕 這是台媒說的大圍捕 大圍捕 警員 圍著 一名 犯 結果 剛才也說了 他想 開車撞 只可以 拔出棒棒 亦有一位黑衣男子被按在地下 另一位 他的誘人 都是 舊了 當時 很多人在很遠處看 難道走過去看嗎? 這部車也挺漂亮 新款的 他們叫做 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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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區 雲悦汽車旅館 當那些人立刻上去查他們時 當然 這部車就 飛快地衝 直到大理區 即是衝到大理區 中興路二段 附近的入油站 但入油站附近 這樣用砰砰好嗎? 說句老實話 是的 又有點危險 趁著 警員想衝過來之仔 姓瑜的 阿哥 就是 踩進Turbo 當然 原警者警員 就上前 喂喂不要動 怎知道 他不理 甚至想撞那班 警察 嘩好浪 在 駕車人士向前衝的時候 一名婦人就不慎倒地 就被撞到 但是 這位姓瑜的人士 他依然企圖是徒一 你知不知道他們叫 疑犯 他叫 炎 他姓瑜 是炎疑犯 叫 瑜炎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懶得這麼交惯 哈哈哈 真的得淡少了 所以辦案的原警只是不斷地 但是 這個跌倒的婦人亦是 波及到 導致他的腳掌 骨頭出了事 最後在車內 找到 很多 胡椒粉之類的東西 不過 這件事 就有人相當不滿 嗯 相當不滿 因為 剛才我們也說過 後座有一個人是中了 一夜蓮子巾 是啊 他分為指數 是5 分為指數是5 所以 他媽 就在 醫院外哭訴 就說 你們是不是越拳 你們警權過打 這樣說他們 他也說 警方執法是完全不當的 而且醫生就跟他說 他兒子 存活的機率只有10 因為 之前又說是 腹部後來 證實了 原來是 老奶了東西 蛤 是啊 他是不是 因為這個 蓮子巾發射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 他躺在後座 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現在他坐著的話 很高 才能夠 是啊 所以他媽媽就說 醫生跟他說 只可以等待奇蹟 就算救得回 都會成為 這個以後都動不了 一輩子就這樣躺在床上 嘩 所以聲音中的 媽媽就說 很生氣 為什麼你們這樣執法 並且 就覺得 如果有 一般的 汽車充薄落的時候 警員是可以 開啤啤啤 如果在美國的話 我想 那輛車已經變密封鬥 應該變密封鬥 不是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 另外 我們看到 他們 可能變成一輩子 都動不了 所以 治療也很難 不過 警察 就這樣說 我們都是對著車輪 是 瀉啤啤 但 偏差很遠 如果他在車輪 是很高的 角度 不對 聽你的說法 他這樣說 其實對著 車的 後方的 擋風玻璃 射彎 其實我們看到視頻都是 好像角度沒有那麼低 所以 蓮子巾才不會 在後座 你說得對 真是他趴在後座上 穿過他的腦 所以因為有視頻 我就覺得貌似不是真的向過車胎 好像舉得挺高 還是當時是危急情況 有時候也很難這麼準確 另外這位姓鐘的媽媽就說 派出所所長 有對她說是誤傷 但現在沒有說這回事 而且她兒子根本沒有任何前科 是一個很善良、很帥氣的人 像一個暖男 沒有前科不代表她不會做事 我檢查車輛時 我怎知道你善良還是帥氣 你衝過我便要做事 沒錯 她說兒子是個暖男 這個你沒人知道的 你講而已 你很難說得通的暖男 對 所以她亦說 下班之後 只是想和朋友喝酒 喝點酒酒 就是喝酒喝兩杯 結果現在可能一輩子都要在醫院裡過了 她媽媽也說兒子是因為被一些詐騙集團騙了很多錢 而且兒子不是唯一被人騙的人 連他都接到很多嚇他的電話 所以兒子才躲起來 因為找不到兒子 所以去年11月她是報了失蹤的 兒子原定今年年底就和女友結婚了 沒想到這次喝了這個蓮子羹之後 一輩子都可能結不了婚 但是這件事真是很難說 因為現在什麼都是你所說的 我們不是不同情 是的 有個人這樣得到這樣的事情是不幸的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我覺得這位聖宗的男士媽媽 亦有些入面之遲 老實說現在警方說的話 你亦不可以盡信 但是戴馬sir說得對 邏輯上來說 當然駕車的不是他 但是為何你會在那輛車上 他應該是跟某些關係 跟那群人有些關係 沒錯 同車的另外一位乘客 亦被蓮子羹擦傷了臉 他叫紅的 就說開車的姓林 認識了Jingu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昨晚跟姓藍的 女友從宜蘭到台北辦事 就找他醉一醉 原本打算去永和吃宵夜 不過沒有想到遇到警察的難查 但是為何要離開呢 如果你乾乾淨淨淨 真的很難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這裡 你衝Block 是的 你衝Block 真的可以射你 是的 其實在外國真的很大件事 我想大馬也一樣 他也可能會盡手 真的請你日蓮子羹 這位姓紅的 就說開車的林姓藍子 見到警察 不知為何不停車 這部分 他也不知為何 但是 林姓藍子如果真的要離開 大可以坐在後座 還有為何他當時不把其他乘客 丟在路邊自己走 不過當他發現中性男子 整面紅色的時候 這樣才停車 還下車回頭去找警察幫忙 車上也沒有遺禁品 但是不是 警察說好像有 好像在酒店裡面 車上沒有而已 酒店那裡有都是 是的 都是入你掃的 正確來說 原來他是說謊的 車上後來警察證實了 是有 胡椒粉 有咖啡 有胡椒粉 我們看到 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 問一問 究竟你姓中的這位媽媽 你說的是否事實 說句老實話 在車上的那位無辜受傷 阿哥 看到車上有胡椒粉 又有這麼多東西 他說不知道 他說不知道 他說沒有 他說你怎知道沒有呢 所以這就是智商矛盾 他說沒有 可能他病了 可能他病了 他給予二點歸於被告 可能他病了 病了一二邊 他看不到 真是不知道 總之 這個也是悲劇 悲劇 以及你說警方怎樣怎樣 可能警方是有失誤 但是是不是這樣的時勢 真的要開啤啤 我想很多地區的警方 都會這樣做 肯定會這樣做 因為你 我怎知道你會不會 發神經的見人 就當他是保齡球 這樣押衝過去 很危險 不知道你會不會 好像有些極端分子 之前歐洲就試過 我當你如果警察 不開啤啤的話 又會被人罵 為什麼你不制止他 為什麼他發狂的時候 怎麼這麼開車 為什麼不做事 其實老實說 我反而覺得他是合理 這班警察做的事情 如果不是 你那裏是罵事 為什麼你袖手旁觀 為什麼不保護市民 所以我覺得是沒錯 我覺得是真的沒錯 當然 那位盛紅的 他說車上沒有違禁品 其實是有的 也說因為警方 從後面 用這個棒棒 才搞得事情那麼慘 中和警方就說 其實賓士 就是這部賓士 駕駛車的那位姓林 是沒有車牌的 掛車牌 應該這麼說 是沒有駕照的 沒有訊號 車牌是假的 貼上去的 而且他是拒絕檢查之後逃脫的 之後就沿路不斷衝紅燈 危險駕駛 警方是沿路追折 最後就在我們剛才說的位置 就想叫你停 結果他就不停了 想衝 很明顯 就會容易造成 路人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這個對 亦真的有一個人受傷了 逃人 他那條路很繁忙 其實當時 這個時間很繁忙 你在鬧屎繁忙路端 阿哥 我只是覺得 你這樣衝的話 正常的警員都會動手 看看他怎樣動 是吧 所以警方說 基於保護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和財產安全 他是依照 全部的條例 的程序去做的 是選擇了比較小的處理方法 比較小是甚麼處理方法呢 當然是用少一點的方法 即是不會用很高級程度的辦法來搞你 所以 這部車的後輪 事實上 它的後輪是中了三人的 並且阻嚇了這部車繼續向前 但是這部車依然 都是不來 繼續向前 所以真的沒辦法了 有關家屬的質疑 警方執法部門 亦表示 後續 亦會對 用砰砰的警員 是會調查的 都會調查他們是否適當 但我覺得就算是適當 這個很難說的 因為 說真的 你在這個時候 因為太危急了 太危急了 還是要先查一下 是 停一停想一想吧 其實我覺得 他可能操作稍有不慎 但是 整個項目是否適當 應該是適當的 是 應該是適當的 還有我亦要說一下 警方就這樣 有勇氣 原來 亦有 一些人很有勇氣 之前 香港就有熱血少年軍 想不到 在台灣也有 小英青年軍 哈哈哈哈 我? 是的 小英青年軍 原來 這個小英青年軍 就是由屏東院 小英之友 會長 叫做 光輝 秀棋 就是由 這個 叫做 你所說的 小英青年軍 代表叫做 張玉豪 就是收了這支棋 很厲害 哈哈哈哈 駕駛著這支棋 會不會像芒果肉 駕駛著一群白癡 給了這支棋你駕駛吧 我也擔心 小英青年軍為何 這麼個人崇拜主義 原來小英青年軍 在2020年 蔡英文競選台灣地區 領導人連任的時候 曾經以踩單車的方式 在屏東各地為小英 宣傳和為他拉屁 並且代替 是小英的其他人士 幫助他們 這支也算是一支新的棋 真的拿了一支棋 最終 屏東園也開足 317676票 哇 7676 7676 最後真的是 317676 在那裡贏了 當然小英 就是連任了 六回說得很厲害 就說 屏東人才貝出 原來屏東是小英的故鄉 所以說人才貝出 知不知道還有誰呢 屏東園還有什麼人呢 還有誰呢 人才貝出 都是人才貝出 人才貝出 是嗎 漏了一個人貝出 人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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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奇怪 為什麼 是他們什麼青年軍 從那裡出來的 因為 又不是什麼 大的地方 屏東說真的 哈哈哈哈 有點擦鞋的感覺 對呀 真的很有造神的感覺 大白說 所以他們就很自豪 我們屏東人出了兩個 領導人 一個就是小英 一個就是番薯昌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人就是 錢 以前是番薯昌現在做的位置 他也做過的就是蘇家全 也是屏東人 所以他們就說 屏東人才仔仔 我們一定要培育下一代 學了我這句話 屏東好 台灣才是真的好 哈哈哈哈 那就糟糕了 如果培了很多小英 很多蘇貞昌都可以的 蘇貞昌全部 什麼數把青年軍 哈哈哈 大坑 小英青年軍的理念是什麼呢 就是外台 外屏東 台灣地區是我們家 他們就說 我們有責任 將這頭家撐起來 在 變動的國際環境當中 變化的勢局當中 堅持民主理念 捍衛本土價值 將台灣守好 同樣 我們也要顧我們的 鄉土 這二十幾年 因為屏東人 願意支持民主進步黨 就是民進黨 令到屏東 一日給一日進步 哈哈 很有造神 感覺 撐民進黨就是有進步的 哈哈 所以 你看 好像 他們經常說 什麼小孩 他們就說 作為屏東人 你應該一日一日 更加 榮剛 圓榮國貴 屏東 喂 很久沒有聽到這兩粒字 是的 他也說 我們的氣溫比別人高 因為是暖一點的 志氣也比別人高 你出了小英 暖一點而已 大哥你真是 當地的綠營議員就說 這個應該當地的綠營民意代表就說 小英說過 英派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派系 或者是一個政黨 而是 每一個在這塊土地上 認真生活 敢於沉夢的人 我們令自己變成最好的選項 那就麻煩了 他對馬英九會不會很愛他呢 是不是經常 暖差地告他 就叫很愛馬英九 很愛國民黨 同樣地 屏東小英青年軍 亦不是誰的青年軍 你就不用改小英的名字了 那是問題 小槍 小槍青年軍 或者是小數把青年軍 打冷陣 小槍 亦是關心全屏東 全台灣的年輕人組成 所以一起聚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選項 算了 我們還是當笑話一裝 小英青年軍 我覺得好像以前那些 什麼份子 突然間整群青年軍都不知道做什麼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